總統立委選舉 今天參選登記起跑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的立委參選 吳佩義還有余美人同時 到了選委會來登記 兩大陣營強碰尬場 也引起了關注 但另外國民黨的中小庭部分 則預計在二十三號 要在臺北市長蔣文安 單臨之下 跟黨內的其他八名選將 一同登記參選 一大型人舉著看板 拉著布條 聲勢浩大 民進黨北市立委 參選人吳佩義到選委會登記參選 找來同黨前輩林長佐 以及社民黨的苗伯雅駐政 不僅是象徵世代交替 更要營造團結氣勢 因為同一時間 無黨旗的對手 余美人也來了 勾著百歲人瑞 陳奶奶的手 與中正萬華在地的婆婆媽媽們 一同走進選委會 畫面相當溫馨 余美人和吳佩義同一時間 登記參選 雙方強碰尬場 有別於吳佩義的氣勢磅礡 余美人選擇打出溫情牌 兩人都強調自己才是最佳人選 培是中正萬華選區掀起撒喀都大戰 國民黨的周小平更曾透露 未來不排除操作氣爆 即便中正萬華過去一直是綠大於藍 以讓吳佩義不敢大意 在政治的算計 跟鬥爭的這個氛圍在地方上 當然是沸沸揚揚 我自己的堅持 就是我要用正向的方式 以及用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努力 來爭取選民的認同 獨立參選人 對於他黨的這些 這個分分合合 或者是這些 這些選戰的一些打算 我想我不要愉悅 我的身份來發言 強調自己是無黨籍 對於一切政治算計 余美人不願多談 培是中正萬華選區 吳佩義 余美人 鍾小平 各個來勢洶洶 成為2024選戰 總統大選外的 另一大焦點 記者張佳麟 吳永安 王毅德 台北參與報導